国立台东大学运动竞技学士学位学程所举行的第二届 尽情释放选手村的奇幻旅程属其运动体验营 日前在东大校本部展开围棋六天午夜的体验营 以选手村为概念 带领学员从迎对生活和活动当中 学习运动礼仪还有团队合作 炎炎夏日中学员们运用竹竿与绳索 亲手搭建出罗马炮台发射水炮不亦乐乎 这是由国立台东大学运动竞技学士学位学程所举行的第二届 尽情释放选手村的奇幻旅程属其运动体验营活动 于14号展开为其六天午夜的夏令营 今年度处安排运动专项柔道涉及卡巴迪课程外 更添加多元的户外探索教育课 玩了设计荡球还有水站还有楼道 楼道很好玩 活动总招表示 尽情释放夏令营特色在于受课者本身为专业教练 在活动进行语规划 也优先以小朋友是否感到开心 以及安全为第一考量 因为我觉得我们比别人还要更多的优势 就是我们有现有的一些专业人员 因为我们的教练干嘛 其实全部都是要不就是C级教练 比起教练 要不就是专业项目出来的 所以相对他们在教学这块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夏令营也以选手村为概念 期盼培养学员对运动的兴趣 我们毕竟都是运动员出身 我们以前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这次也是会希望说 我们尽量带给他们以前 我们自己有接触到的一些训练方式 然后让他们可以慢慢可能对运动更有兴趣 那暑假乐营大部分的目的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动 让家长就是休息 可是他们班这乐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 是他们是以选手作为打架 这在里面他们连去Saven都像是军事化的被规定 所以他们在过程中 其实他们是要体验一个小选手的过程 那他们也把它当作是选手在对待 可是其实是一个比较趣味性的对待 然后让他们可以发挥这个创意 所以与其说他是选择引物 当作是一种选手村的概念 这是他们想要营造的一个气氛 营队表示活动期间带领学员学习运动礼仪 竞赛内容 团队合作 也期盼让所有参与的小学童 在最贴近大自然的环境下 获得满满收获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 MING PAO CANADA奂